北京时间1月9日 全国女排联赛告一段落 天津女排在王宝泉带领下 2比0横扫江苏女排 顺利的拿到了本赛季的排超联赛冠军奖杯 王宝泉当选排超联赛最佳教练 李莹莹当选最佳球员 瓦尔加斯当选最佳外援 还有四位天津队员入选最佳阵容 足以看出天津女排已经成为了整个排超联赛最大的赢家 这支球队也成为了国内排盘独一档的球队 阵容配置实力绝对是无人能及的 排超联赛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国家队又将会展开新一个奥运周期的备战任务 因为接下来中国女排在2022年的比赛任务非常繁重 球队连续迎来女排国家联赛 女排是锦赛和押运会 这三项国际大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也十分关键 尤其是中国女排进入到新一个奥运周期 不少老将和新配役 再加上朱婷和张长宁两大主攻 都处于手术前后的养伤恢复阶段 所以说2022年参加国际大赛可能幸福大 所以说这就给中国女排出了不少的难题 需要在主攻位置上 除了李莹莹之外 还需要寻找更多的优秀主攻进入到中国女排 帮助中国女排暂时度过危机 而眼下来看排鞋最先做的一件事 就是敲定主教练 只有敲定了主教练 才能够进一步敲定主攻复攻位置上 谁能够补充进来 弥补那些主力队员们的离队空缺 尤其是现在主攻位置最头疼 东京奥运会上四大助攻 只剩下李莹莹 刘晓彤退役了 张长宁刚做完手术 朱婷正在等待手术 所以说2022年的大赛 需要招入一些新的主攻来完成过渡 此前呼声最高的一位 重返中国女排国家队的助攻 就是今年27岁 身高192厘米的王宝泉艾图杨洁 此前她也随中国女排 曾拿到过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亚运会的冠军 曾被王宝泉 于绝敏多位教练员招入国家队 能够打主攻 接应和二传多个位置 是球场多面手 但是就在6日凌晨0点09分 杨洁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 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 宣布退役 这一时的中国女排痛 是一位优秀的主攻球员 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无奈杨洁自己也透露 目前伤病比较严重 随着年龄增加 确实坚持不了 广大球迷也纷纷为杨洁送上祝福 杨洁第一次在2010年入选国家队 还是得到了王宝权的征兆入队 2012年还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 在场上是一个攻守兼备 技术全面的球员 他的退役不仅是上海女排的遗憾和损失 更是中国女排的遗憾和损失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杨洁的选择 毕竟伤病缠身已经无法坚持 我们也祝福杨洁 可以在退役之后享受人生 祝福他的人生下半场可以更加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上